欢迎收看金牌特派国际奇案 2015年8月14号 日本大阪地区请勿川市警署 来了一名女子 她哭哭啼啼地告诉警方 她的儿子失踪了 两年前外出之后就没有回家 报警人叫做新野麻衣 40岁 和先生离婚之后 独自抚养一个儿子和两个女儿 失踪的是大儿子林窦 12岁 国中一年级 因为喜欢运动 加上长相帅气 所以吸引不少女同学的爱慕 儿子突然失踪 让妈妈心急如焚 走投无路的妈妈只好求助警察 原本一起失踪的邪讯案 最后竟变成了恐怖杀人案 外界称为 请勿川国中生事件